第九百三十一集 直到芸汐今天回来 二婶特地把她替芸汐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都拿了出来 有些甚至还是国外寄回来的邀请函和通知书 全额奖学金请她出国读书 这些通知书云元峰没有见过 看到有这么多国外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和邀请函 云元峰满脸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喜悦 芸汐啊 这么多大学 你打算学哪一个 捧着这一大碟通知书 云元峰抬头看向云汐 女儿有出息 就算出国留学学费再高 她也能供得起 这年头 出国留学已经成了一种潮流 甚至是孩子有出息的象征 云元峰自然也希望云汐能出国留学 说出去的话 她脸上也有光 爸 选学校的事情我还没有考虑好 出国留学的话 学费可能会很高 云汐一副为钱为难的模样 本来是想试探一下云元峰对她出国留学的态度的 却没想到 把云子林和梁秀琴两个 极度羡慕恨地给引出来了 云子林看着被她爸视若珍宝地录取通知书 心里的度货 火烧火燎地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 她自己的成绩她很清楚 这学期的期末考 全年级一百名都进不去 云汐这个乡下回来的死丫头 竟然拿了个三颗状元 那是高考状元 明山传遍整个京都的状元 一个状元也就罢了 偏偏她拿了三颗状元 现在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她的大名了 各大高校舔着脸 求着她去他们的学校读书 别提多风光 多让人嫉妒了 她没回来之前 整个大院都知道 她是云家的千金小姐 所有的光环都是属于她的 可现在 云汐不仅成了全大院的明日之星 更成了她爸最骄傲的女儿 明明这一切该属于她的 云汐这个丧门心 只配在乡下过乡巴佬的生活 该死的 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抢走原本属于她的东西 爸 出国留学可贵了 一年学费顶管点好几年呢 而且国外消费那么高 家里哪有那么多钱供大姐读书 再说了 我明年也要高考了 到时候我要是考上大学了 家里没钱给我读大学怎么办 你不能为了大姐一个人 就耽误我的前途啊 云子林生怕云元风说自己自私 这会儿 不得不把一向看不起的云楚寒 也拉下水来 再说了 还有小妹呢 她成绩也不错啊 很快要考大学了 爸 您总不能为了她一个人 放弃我们姐妹两个吧 家里头一下没云楚寒说话的份 这会儿听到云子林替自己说话 云楚寒很不客气地冷笑了声 呵呵 二姐 你为自己考虑就好 不用虚情假意地扯上我 我能请共减学拿全额奖学金 学费不是问题 你行吗 我 云子林刚要反驳 梁秀琴就瞪了云楚寒一眼 闭嘴 没你说话的地儿 这种有便宜不占 反而要让云西这个死丫头 得到好处的事情 梁秀琴当然不会同意 老公啊 梁秀琴呢 说得没错 出国留学费用可高了 你呀 可要慎重考虑啊 啊 而且你就那么点工资 要是全让那丫头留学去了 我们梁秀琴怎么办 你可不能这么偏心啊 云远峰忍无可忍地 冲梁秀琴哄了句 都闭嘴 云西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就算再穷 我也功得起她多数 难得女儿有出息 这母女梁目光短浅 自私自利 就知道为自己考虑 云西可是长女 比起云子林有出息多了 梁秀琴这个蠢货 根本没有远见 以后有她后悔的时候